大家好,入球之后呢,我们都要准备给你的兰花进行翻盆或是分猪的工作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都要给你的兰花呢,更换一个新的质料才行 那么新的质料我们买回来之后呢,一定要经过这个杀菌消毒处理之后才能够使用 要不然的话呢,一些虫害或是病害就会影响你的兰猪的生长 而且还会影响它的存活 但是这个质料消毒的话呢,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可以用药物消毒,也可以呢,用来这个蒸煮的方法来消毒 但是呢,其实还有一种非常简单而且非常有效的这个消毒方法 那么这种消毒方法呢,就是以太阳光为热能 然后呢,给它进行这个蒸汽消毒 这种方法的话呢,是非常的简单 而且呢,又特别的有效 那么这种方法是怎么操作呢 首先我们把准备好的质料碗装进一个那种透明的塑料袋里面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塑料袋里面啊,这个塑料这里呢,给它喷点水 喷到一个微微潮湿的状态就可以了 或者是呢,大家可以先把这个塑料先用水 把它清洗干净,把它泡好之后呢 我们再来把它装进这个塑料袋里面也可以 然后呢,如果大家担心这个消毒效果不好的话呢 我们可以给它在里面呢,加上一点这个带身猛性这种杀菌剂 然后呢,再把这个袋口啊,把它封紧 一定要完全封紧才行 封紧之后呢,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光照特别强烈的地方 给它曝晒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这个质料里面呢,这个袋子里面它是有这个水分的 那么这个水分的话,它遇到这个光照的话呢,它就会蒸发成这个水蒸气 那么这个水蒸气它的温度是特别的高的 大概呢,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把质量里面的病原全部给杀死了 那里面的虫卵啊,病害全部杀死掉了 我们再来栽种的兰花的话呢,就是非常的安全了 当然呢,如果光照特别强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算不用这些杀菌剂也是可以的 特别是我们用的这个质量里面,如果是有松树皮的话 像这种方法的话,可以让这个松树皮呢,能够吸饱更多的水分 那么我们就不用浸泡太长的时间 也可以直接拿来一个栽种里的兰花了 所以呢,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种特别适合 来给这个兰花植尿消毒的一个方法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